雖然它是舊的 但是這個房子 它的食品是有33.7號坪 房仲業者仔細向前來看 房民眾介紹各式物件 因為台北市新城屋的價錢 動輒上千萬甚至破億元 真的讓小老百姓好受傷 老房子可能也在60左右 那新房子不用講 就190到120在這區 當然老房我們之前有考慮 就是找一些老房 老房子你可能 它公司比低嘛 像你剛才講的 我30坪也許就只要1800萬 1500上下這樣子 但在房價高漲時代 老公寓成為財力不夠雄厚的年輕人 或是首購族的鎖定目標 攤開去年前三季 北市公寓貸款年齡分布來看 35到40歲買方有711件 40到45歲650件 45到50歲也有500多件 佔比超過五成 突顯北市老公寓相對親民的價格 以35到45歲 世代購屋最給力 近幾年因為政府力推這個為老重建 所以很多人他入手這個公寓呢 除了就是看中他這個 實際使用頻率高 然後這個房貸相對比較低之外呢 也評估就是未來可能會有一些 潛在開發的空間 雖然政府努力打房 不過房市卻越打越熱 根據央行公布12月房貸余額 8兆423億元 較上個月暴增930億元 年增率衝上8.5% 是2007年以來的14年新高 疫情的關係全球基本上還是 處於一種量化寬鬆的政策之下 那市場的油資以及這個資金 都能還是相當充沛的 那在這個條件之下呢 這個金錢不論是投往股市 那再來就是不動產 官方要打房降熱度 但是民間卻越買越兇 房價越飆越高 台灣房市何時能降溫 恐怕誰也沒有答案 歡迎新聞檢疫00外瑜 台北報導